大家好,这里是组合核水平书 我们继续关注美国的事情 美国的事情其实是按钮涌动 很多个事情都是你从主流媒体看不到 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要用谣言打败谎言 而且有些个事情根本不是谣言 而是货人价实的好消息 今天说主流媒体一直耍流氓 但是今天主流媒体出现了很有趣的一个画面 或者一个内容,说著名的叫什么MSNBC 主播做节目的时候说了一段话 现在被美国人都到处转,说什么呢 说伪总统叫拜登,他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总统 他不是一个正当性的总统 到某个时候一切都会揭露 川普将会带回白宫,很有意思了 是不是 我们要知道所谓的MSNBC 这是美国的主流媒体里面响当当的 冲在前面的各种耍流氓的各种造谣的 各种传播假新闻的媒体 他为什么这样说 有很多人有不同的说法 说这个人只是引用保守派的一些话 还有人说这个人估计是在嘲笑吧 这个东西其实很有意思 就是你心里想的什么 你就会怎么去解读 这是我不断的在我的节目里面跟大家讲的 就是你心里有什么 你看到的就是什么 这是这个世界上认识的规律 这个容我扯点什么的 所谓的思想史的东西 这个有一个著名的哲学家 人类哲学的一个中转战 一个枢纽康德 他就搞过这样的事情 这是我为什么老是用观念观念的 就是你的心里想什么东西 然后你看见的就是什么东西 所以不是因为你看的东西在前 而是你想的东西在前 我们一定要了解 这是我们人的一个认识的特点 所以今天我写过一篇文章 我讲说眼镜并不是心灵的窗户 心灵才是眼睛的向导 就是你能看见什么东西 是因为你心里面有东西你看得见 你的心里面如果没有东西 你摆在你眼前你也看不见你知道吧 然后中国人叫什么睁眼瞎 那圣经里叫怎么说 叫你有眼就不能看 你偶尔呢也不能听 那人类的那种认识的困境 是我们从来没有思考过的 关于美国的情况也是这样 我告诉你啊这个我刚才听了这个这个左媒的啊 这个主播说的话 他完全不是在开玩笑 也完全不是在嘲讽 也不是说什么引用别的东西 他就是对目前的局面 局面他有这么一个大概齐的这么一个想法 有没有开玩笑的成分的有 他是对未来多多少少体现了他的一种预测 那你要知道啊 左媒他是统一行动的 我们说过这个川普总统也讲过 嗯 左派克林顿奥巴马他们有三大杀气嘛 表面看起来的话是两大这个流氓集团啊 一个是黑命贵 一个是叫什么 一个是叫安提法 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媒体主流媒体fake news 为什么川普从头到尾他都讲fake news 就是因为他知道你必须要突破这个仗 你必须要把他们要干掉 知道吧 否则的话你任何东西你都会被都会被曲解掉 所以人家一个一个国家的总统 他能意识到这样的问题 完了以后我们这些做屌丝的 我们这些做平民的 你还一天那么看主流媒体 你一天的话你假不假是理中克 你还拒绝这种所谓的谎言 拒绝所谓的谣言 那只能证明你在中国被共产党洗脑洗脑太狠了 你跑到美国来 你还是被这种这个主流媒体的谎言 彻底的给遮蔽 你彻底的给洗脑知道吗 啊所以呢你就知道 出现这样的话一定是风头有变 一定是最近这段时间以来 保守派的力量保守派的进攻 招招都见血招招都给力 有些人感到害怕了 所以你看我看谢谢姚宝 他就知道他这个人的观察能力很强 他就说你别的不说 比如说最近啊这个大科技公司 就社交媒体比如说这个推特 比如说脸书就这种流氓的社交媒体 最近突然又极大的加强了他们的封锁 保守派言论的力度 早些个时候前大概一个多月左右吧 这种这个封杀呀其实基本上已经消停了啊 最多还残留20% 大多数时候你随便你说都没问题 我像我做自媒体都感受超级深刻 我跟你说啊 最近这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啊 那个网上的这个审查极其严格我跟你说 你弄的不好你要么就黄飙 要么你要么就黄飙 要么你根本就是传上去了以后 你根本就是通不过审查 他跟你省省很久知道吧 啊他现在有个检测的程序 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 你看推特也是啊宣布要继续封锁这个什么啊 川普而且不是川普不是有自己做了一个个人的一个信息平台吗 是吧完了以后呢 啊里面有很多转发键 你可以转发到推特 你可以转发到脸书 你可以转发到其他个地方 现在推特率先宣布啊 这个不准你转发到我的平台里面了 你所有转发里面的你转发你都转发不过去 要么就是个空白件 要么你根本就发不过去 是吧 他可以做到这一点呢 那问题是为什么这会儿突然有加大力度的 那一定是后面有巨大的动作吗 你你用脚趾头想你都想得到这一点吗 你说是不是 所以我告诉你啊 包括脸书也是脸书本来人们早就已经忘了 川普在里面还有一个账号 首先第一他不更新 第二前一段时间以来脸书说啊 董事会决定恢复川普总统的账号 是吧 因为这个事已经过去了 他们觉得高枕无忧了嘛 是不是 为什么现在突然也要说还要封杀半个半年呢 而且还要永久封杀呢 是因为他们发现川普的奶头非常的寻猛 风暴正在兴起 他们又害怕了 因为他们这帮人都是绑在一块的 如果我一总统真的就是一个临时心的 一个不正当的总统 他要滚粗的话 你说你这帮家伙到时候一个一个都要上绞刑架 我跟你说一个一个都要上审判台 没得说一个都跑不掉 所以我们看这些问题 其实你看得到 你不要被主流媒体带在沟里面去了 原则上讲你根本就不应该看主流媒体 一秒钟都不应该去看 就像我们在中国 我们一秒钟的中央电视台 我们从来不看 所以好消息很多嘛 除了这个亚利桑拉州和其他州的法医师审计 这个佛罗里达又来了一个好消息 说州长又发了一个什么 一个大招 在本届立法会议上采取行动 增强选举的透明性和安全性 然后采取了一系列的这个非常给力的一个措施 首先是第一是强制投票ID 你必须要有投票ID 你不能够搞那种没有ID的投票 第二是禁止选票收购 第三是禁止大范围邮寄选票 不行不能搞 我跟你说 我说这个邮寄选票 我是最有感受的 邮寄选票这个东西一想 向来都有 但是你是否你可以通过邮寄选票来 参与一个国家的选举 它的审核非常严格 不能像美国一样想怎么搞就怎么搞 不行 第四是加强选举的透明度 第五是禁止用个人资金参与选举的运作 知道吧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州长说话了 对选举这个问题上的偷窃 舞弊 您容忍 你就记住 记住这句话 您容忍就可以了 而且最给力的是 什么亚利桑拉州这边的一个叫做参与员 叫罗杰斯 不是说这个伪总统的司法部 给他写了一封公开信吗 是不是说你这个亚利桑拉州的这个 法医生纪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然后他怎么回话的 看啊 说这个联邦司法部待在他们应有的该载的车道上面就可以了 除非他们想来我们亚利桑拉州去做监狱啊 否则的话 请勿触摸亚利桑拉州的任何的选票或者是任何选举的机器 这话说的已经是基本上就要开干的感觉 你说是不是 一次又说你敢动一下子 看我就可以抓你 我就可以 我就可以弄你 我这个亚利桑拉州的选举的审计法医师审计是我周理的事情 你司法部没有半点权力干涉 你最好是安静给我待着 否则的话我就弄你 所以你知道吗 就是你从这句话你能解读到很多个东西啊 就是保守派其实他们一方面他要知道 川普总统也说过 你要守秩序 你要守法律是吧 你不能乱来 人有的时候性跟爆棚的时候 像火爆火灶的就会容易乱搞 是不是我们中国人最喜欢乱搞了 什么叫乱搞 就是遇到自己不平的事情就揭竿而起 我们一直把这个词当成一个什么一个优美词语 一个很给力的一个词 其实那是一个什么打架接涉 因为你借干而起 你有可能是为你自己的那点小利益 你看你看陈生吴王陈生吴王他造反他是什么 狗富贵物相忘 他们不外乎就是去抢呗 抢钱呗是吧 那你说你在这个问题在抢劫的意义上面 那你不尊重别人的产权 你不尊重别人的财产权 你完了以后你就抢劫 那怎么行呢 共产党就这么来的 所以你看中国历史 你就你仔细想 你就发现我们这些人一定是有问题的 从陈生吴王那么早的事情 到毛泽东打土豪分田地 也就是说从狗富贵物相忘 到毛泽东的打土豪分田地 中国历史一晃2000年过去了 没有任何变化我跟你说就那样 这种东西构成了我们中国人的思维定识 我还是那句话 你理解美国问题 你千万要把中国的所有 无论是历史教材 还是共产党给你的洗脑 还是所有的你从民间吸收到的 所谓的民情秩序 那些习惯性的观念 你都要通通的要把它要干掉 要你中国人最需要的是什么 被美国的传统文化 被圣经被基督教信仰 这些东西真正的要洗脑 真的要洗一遍 不是说开玩笑说用八次洗没用的 八次洗你还是一个还是个二百五 我们都是二百五我跟你说 你应该用什么用圣经去洗 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说过无数次的 在人类的思想史上 希腊传统和这个什么中国传统 它在早期是没有太多区别的 都是一样的 你看希腊传统 你从民间知识来讲 它叫什么 叫认识你自己是吧 中国的孔子他们的这些人 那个时候的首要的问题是什么 你要修身 是不是 你要让自己变成一个德行完美的人 你说他有什么区别呢 听上去没什么区别 是不是 但是问题有一点点区别是什么 就是认识你自己包含着什么 包含着一个人对他自己的批评和怀疑 而修身呢 这包含着一个人对自己的理性的高估 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完美的人 认识你自己 也认识你自己 你就是个混蛋呢 是不是 当然也可以 也有可能认识你自己是一个天使了 他至少有两个维度的东西 中国的修身一定是把自己修得越来越完美 是不是 所以真正的单向度就是在这个中国这边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 所以中国人是靠自己修身把自己修修得更好 而西方的传统文明天是认识你自己 那靠谁认识你自己呢 他留下了一个巨大的一个叫什么 一个破口 圣经话叫破口 用我们的话叫契机 是吧 所以耶稣在传道的时候 有几个希腊人就上到耶路撒冷 要见耶稣 然后耶稣说了一句非常震撼的话 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 为什么几个希腊人要见他 他根本也没见他 马上就说了一句话 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 因为他知道接下来一定 他的那个福音 基督的福音一定会传到欧洲 整个欧洲都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这就叫洗脑我跟你说 叫灌束 托马萨阿贵拉奖叫什么的 叫灌束 用圣经传统灌束了希腊传统 使得今天的欧洲 不再是一个真正完全意义上的 一个所谓的希腊传统的欧洲 而是一个基督教传统的欧洲 但是希腊传统依然还在 中国没有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们这些人都读美国 读欧洲是你是读不懂的 你不仅读不懂欧洲人的 欧美人的政治 不仅仅读不懂欧美人的经济 你更读不懂欧美人的文化 你知道吗 至于他们的国家怎么演变 他们的制度怎么设计 我们根本就读不懂 他们的那种搞法 我们就根本就读不懂 你知道吗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些消息以后 我为什么反复的在我的节目里面讲 我们一定要把自己要重新 要更新一遍 然后我们再去理解美国 否则的话 你完全是用中国的视角 你每一个问题 你都可以理解成你想要的样子 比如说第一个问题 说这个主流媒体 这个什么伪总统是一个 拜登是一个不正当总统 假以时川普总统一定会回来 你会说这怎么可能呢 是不是现在所有人都失去希望了吗 现在拜登不是搞得好好的吗 因为你不了解美国的民情秩序 你不了解美国的从民间开始 那种强有力的推动 你不了解美国的法医生计 你不了解美国的州里面的自治的权力 你也不了解美国人哪种韧劲 知道吧 你根本不了解 你以为就是中国的去打架接舍 遇到不平的事情 叫什么 怒见不平一声吼 什么什么 就这种词 我们中国人都水浒里面的话 怒见不平一声吼 什么什么什么 我都不记得这些词 特别的难 我看到这词 我每次我就头大 我就摇头 这所有的错误 都隐喊在这些 看上去非常正确的习惯里面 以至于我们根本就理解不了这些话 是吧 还有这个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佛诺里达 他这个州长那么厉害 你你你应该想想 这在中国是不可能的 你说是不是 中国如果一个省里面的省长 或者省委书记这么干 捏他的九族 你说是不是 习近平绝对把他 就是七大姑八大 全都要抓起来 你要过去的话 绝对是真是捏九族 你还敢跟皇帝这样来 你说我们根本就不是那种思维 所以我说这么多的意思 其实就是我们希望不断的做一扯闲片 然后分享一下美国问题 对美国任何时候要抱有信心 因为美国不是中国 美国真不一样 美国的事情中国是无法理解的 中国人无法理解的 同时我对美国任何时候 都要抱以一种批评和怀疑的目光 你作为一个美国人 或者作为一个美国文化的爱好者 你一定要一开始要养成一种批评美国的习惯 不是有人说的吗 你说一个美国人可以在白宫门口 骂美国的总统 那有人说中国人也可以在白宫门口 骂美国的总统 是吧开玩笑 就是你身为一个美国人 你必须要一种与生俱来的批评的眼光 这个东西是美国的灵魂 虽然这个今天的左媒 虽然今天的这个大科技公司 他搞了各种舞弊 各种暴力 完了以后他们做了那么多恶 他们特别害怕 他们想掩饰自己的错误 掩饰自己的罪恶 但是他还是要不断的讲 我们是一个自由 言论自由的国家 他还是不断的用这套民主 这种自由的东西 然后去教训中国 就连这个伪总统这么烂的人 他说起习近平是怎么讲的 习近平这个人很聪明啊 但是他的脑子里没有一丝一毫的民主 我心想你是 是习包子的确没有一丝一毫的民主 可是你拜登没有资格说他 因为你的总统都是偷过来的呀 是不是 那习近平的这个总书记 国家主席军委主席 他可不是偷的 那是共产党的一代一代的什么 接班接过来的 他绝对是在共产党的 这么一个组织范围之内 那习近平的位置 那还是具有一定的合法性的 好吧 那不像你伪总统 你完全是瞒天过海偷天换日啊 是不是 你是通过制造一个拜登曲线搞上来 你哪有资格去教训习近平呢 所以我说的一句话就是什么呢 对美国你要爱 对美国你也要恨 对美国你要赞美 对美国你也要批评 所以你其实是很难的一个事情 实际上我们个人也是一样的啊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 这么三条美国的新闻 第一方面的是我告诉你 美国的所发生的变化 根本是你理解不了的啊 好消息特别多 第二就是什么呢 任何时候你记住 你不要过高的赞美美国 同时你也不要对美国失去信心 生活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复杂 要复杂的多啊 本质上讲的一个人去理解一个对象 你应该同时想三件事情 我之前也跟大家讲过 无三不成文啊 我们说圣经是叫三一什么 是不是啊 或者叫三一论吧 你想想任何一个公式啊 你所学过的任何一个公式 它一定是由三个条件组成的 是不是 我也跟大家讲过 马克思韦伯分析一个国家的时候 他一定是考察政治 考察经济 还要考察什么 考察价值 我们是我们中国人 是从来不会考察价值观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没有价值观 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